翻堂老师黄湘涵获得许多国际赛事的佳击 而今年5月和6月将再度率队 前往韩国以及加拿大参加赛事 特别来到了花莲施工所 拜会的市长魏佳燕 期盼师生们能够再度为国来争光 同时也在花莲推广翻堂蛋糕 以及果冻花等相关的课程 也希望施工所能给予支持 翻堂老师黄湘涵获得过许多国际赛事佳击 在今年5月及6月将在率队前往韩国及加拿大参加赛事 日前特别带着迷国小师年级学生牛俊斌 以及慈基小学六年级学生黄品涵 在市民代表田真琪的陪同下 前往花莲市工所拜会市长魏佳燕 那这整个过程是因为想说 能够更有效的让大家来知道说 其实我们学这个技艺不是只有大专院校开始 而是从小就应该培养技能人的一个素养 那刚好也符合108年课纲的关系 所以我才会特别来拜见一下市长 那很高兴能够得到市长的肯定 还有公所的支持 希望将来这项技术在花莲可以照顾更多的族群 相关课程的培育能够在花莲能够大力的来推动 那我也会一起支持 饭糖蛋糕在国内的参赛者 几乎都是大专院校的学生或社会人士 很少会有学童参加 虽然他们在练习过程中遇到许多挫败 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会有时候挫折 想说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不要放弃 就是还是乖乖像爸爸妈妈这样继续学习 然后但是后来老师和父母都鼓励我说 既然你喜欢你就要勇敢的去做 然后不要害怕失败 所以呢在这个路程上 虽然遇到学生挫折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在这个 这个趟旅途中 我们能发光发热 在这趟旅途中 我们能为台湾尊取一些荣耀 就是强迫自己去做 然后就不要放弃了 今天很开心 黄老师带着孩子们来 施工所来拜会我 那其实也看到有作品 就翻糖蛋糕跟我们的果冻花 还有一些作品 那其实真的很开心 没想到 我们的一些甜点都可以做成那么漂亮 不只好看 然后更好吃 那也希望说 接下来的出国比赛 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得到好的一个成绩 魏佳燕除了希望小小选手在两场赛事都能获得好成绩 也表示施工所将会大力支持及推广 并会开办相关课程 让小朋友在成长阶段就能学习到不同的技能 未来无论是就业或创业都可以灵活运用以及职场 记者 徐立琴 华联系报导 当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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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